嘿,你好,我是阿图,很久不见 我上一次上传视频应该是在三四个星期以前 感谢大家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几乎透明的up主 这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来自YouTube、B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的小伙伴留言和私信 那今天这支视频主要是为了回答近期问的最多的问题 新的对外汉语老师、菜鸟中文老师要怎么去准备前期的课程 第一堂课要怎么上 其实潜在的中文学生的情况非常复杂 如果你对潜在的中文学生没有任何的概念的话 可以在我的平台搜索到底谁在学习中国话的视频 这支视频主要以我这个学期教的学生为例 跟大家分享我在教第一堂中文课之前要做怎样的准备 这支视频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堂课之前我要做怎样的准备 第二部分就是在上中文课的那个过程中 如果遇到任何状况我要怎么去处理 第三部分就是我怎么从第一堂课获取到有用的信息 去准备我今后的课程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这个学期教的中文学生 他们所有人都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孩子 他们的年龄段大概是从五岁到九岁之间 男生女生都有 在上课之前我就跟家长和学校要到了这些学生的信息 这些信息包括孩子的性别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男生偏多的话 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会设计更多的 手脚都要活动的这些游戏 如果女生比较多的话 我可能会更加注重设计一些唱歌跳舞 还有就是要知道学生的年龄 如果是在学校教书的话 年龄方面基本都不是问题 一个班最多年龄差不会超过三岁 如果你是在教育机构的话 年龄段差别会特别大 像我这个学期年龄段差别最大的那个班 最小的小姑娘是四五岁吧 最大的孩子是一个男生是九到十岁了 他们在一个班里面 所以我要平衡这个小姑娘和那个男孩子的年龄 学习程度的这个差异 其次呢 我们要了解学生的文化和语言背景 那我的学生是全部是华人孩子的后代 他们有的在家里讲普通话 有的在家里只讲英语 普通话的听说甚至都不是特别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生他们的第一语言可能不是英语 但是你在教的时候是以英语去教中文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你要有更多的耐心 尽量用最简单的单词和英文句子 把事情讲清楚 这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在以后的视频里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经验 有了学生的信息以后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了解一下学生的中文程度 有的学生在到你的课上学中文之前 他可能已经学过一段时间的中文了 比如说他学过拼音了 学过汉字了 但是有的家长 不是很乐意把他之前学中文的这个信息告诉你 这个时候呢 你在第一堂课里就可以小小的测验一下他们 当然不要跟他们说 这是一个quiz 这是一个test 弄得大家都很紧张 当然就可以以活动或者游戏的形式 给他们做一些学校的测试 自己记录一下就可以了 有的小伙伴会问 为什么家长不乐意把学生之前学过中文 这件事情告诉你呢 这个理由就五花八门了 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觉得 哎呀 我孩子已经学了好多年中文了 这个中文水平还是这样 会不会你觉得我小孩很傻很笨呢 就什么理由都有 这个就不用管了 反正第一堂和第二堂课 所有的上课的那个季度 都是掌握在老师的手里的 在上课之前 我们要想清楚 我们这一堂课的上课目标是什么 就第一堂课来说的话 我会首先测验一下学生的听说读学能力 第五个点就是 可能很多其他老师不会在意的一个点 学生对于中国文化的掌握程度 我的小孩 他的思维就是非常的西方化 觉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会唱金句 所有的中国人都跟李小龙一样会打功夫 这一些他们对于中国的误解也好 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也好 在第一堂课都可以表现出 其次呢 你要想好我这堂课 我要设置怎样的活动或者怎样的游戏 或者说怎样的问答形式来获取这些你想要的知识 接下来就是要想好第一堂课 我要准备怎样的内容 第一堂课一般是自我介绍吧 介绍姓名 年龄 以及为什么学中文 就是我们的学习目标是什么 那在准备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我总结出来一套 我自己的第一堂课的一个怎么说 一个模式吧 我现在上的所有中文课的套路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上课一开始呢我会让学生先做自我介绍 告诉我他的姓名 他的年龄 虽然这些知识你都是知道的 但是学生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你可以把他的文字信息转换为这个具体的人是谁 把他们对应上 知道学生的名字这一点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而言 呀这个老师知道我名字 如果我犯了什么事情的话 他就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犯的 我没有办法逃掉了 如果这个老师知道我的名字 说明他很尊重我 他很重视我 所以我要好好学习 所以知道学生的名字 是成为一个合格的老师的第一步 在学生介绍完他们自己以后呢 我就开始我自己的自我介绍了 我会说我姓图 你们可以叫我图老师 我属羊 然后我就会反问他们 你们知道我叫什么吗 学生的第一回答肯定是图老师 我说我叫图老师吗 老师是我的occupation 我的职业 图是我的sername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我叫什么 他们肯定会说我不知道 他们知道我的sername和我的occupation OK我说你们知道我几岁吗 他们也不知道 no idea 因为我只告诉他们说我属羊 好我下面就开始介绍中国的文化了 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面 我们会叫一个人什么什么老师 而不是职务他的名字 如果这些学生是华人孩子的话 你甚至可以介绍老师这个名词的由来 接着我会介绍 为什么那么直接的问一个老师你几岁 就是没有那么礼貌的事情 然后呢就大概介绍一下中国的生肖 Tranese Zodiac 然后呢就可以跟学生做一些互动 你是哪一年生的 你的生肖是什么 如果学生的程度比较好的话 第一堂课就可以给他们讲12生肖的故事 这个12生肖的由来 它的order是什么 那在以后的第三第四堂课就可以教这些12生肖的动物 12生肖动物教完了以后呢 你以后可以再教这12生肖的特点是什么 比如说它的眼睛鼻子尾巴 这个脚 它的皮肤 它的毛这些东西 在以后都可以做一个补充的教学 下一步就是要开始教数字 数字一般是在第一和第二堂课教的 先教一到三的汉字 一一划二两划三三划四是四划吗 可以讲一个万字难写的故事 如果有的中国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 可以百度或者Google一下 学生都是喜欢听故事的嘛 如果他们表现好的话 在今后的上课过程中也可以给他们讲故事来作为一个奖励 那有的学生可能这个时候会觉得 哎呀汉字好难呀 四不是四划五不是五划 那这个以后怎么学汉字呢 在这里呢给各位老师介绍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就是关于怎么写汉字的书 它叫汉字是画出来的 我给大家看前面几页 这是第一页 我就问学生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你能看到什么 那学生就会说啊 天上有一个太阳 有月亮 有星星 然后下面有云 有山 有水 有稻田 稻田里有草 那我们就可以往后走 看这个上面有一颗太阳 太阳怎么变成日 这个是太阳上面有一条地平线 地平线以上这个字叫淡 淡是什么意思 然后月亮 月亮又是怎么来的 月亮和太阳合到一起是个明 然后这个是什么字 那个是什么字 学生看到这些图片 就会对汉字有一点点的了解 汉字一开始就是画出来的 汉字是象形文字 他们对汉字有了兴趣以后呢 就不会那么惧怕写汉字了 我们要理解 有的孩子从来没有写过汉字 他们只是听大人说 听新闻来说汉字特别难 所以他们心里会有一种恐惧感 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他们的这种恐惧感 土崩瓦掘掉 让他们觉得写汉字 是一件特别有成就感 特别好玩的事情 其实讲到这里时间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呢 我会稍微引入一些拼音 在教拼音之前 我会先在黑板上写一些 比较常见的英文名字 比如说Emily Lisa James Ruby 如果这些孩子的英文名 也比较常见的话 也可以把他们抄在黑板上 然后呢 你可以用我之前介绍过的那种 小的随写随擦随贴的 这种flashcards上 写下他们的中文译名 比如说Lisa 你就在小白板上写 丽莎 把它贴在白板的另外一侧 然后Emily 写爱莫莉 James 写詹姆斯 Ruby 写露比 把它全部贴在白板的另外一边 然后问学生 这个英文单词 你觉得它对照的中文名字是哪一个 那有的学生可能 第一反应就是Lisa 就是丽莎 你把那个小的flashcard贴在丽莎的旁边 然后一个一个对应好 你就跟他说 你听这个英文和中文 它没有什么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啊 先说一样的地方 他们的音特别像 丽莎 丽莎 有什么不一样啊 可以拼音的那个 音上面会有一些小帽子 有一些tongs 丽莎 然后你把那个tongs 那个音调写在旁边 一般总结出来是四个音调 接下来呢 这些英文名和中文名 它们的关系就是transliterate 或者transliteration 音译 这些音译你可以再找一些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水果里面 芒果 mango 芒果 mango lemon 柠檬 包括食物里面 比如说巧克力 怎么翻译过来 交通工具里面 巴士 巴斯 是怎么翻译过来的 如果有的老师可以讲广东话 也可以用比较标准的广东话 告诉他们 巴斯 一开始在香港出现 所以 它的广东话的发音是巴斯一 从巴斯到巴斯一 然后呢 从巴斯一 然后转到普通话变成了巴士 就让学生知道 我的日常生活中 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中文的影子 尤其是在餐馆里面 比如说点心啊 白菜啊 炒饭啊 公报鸡丁啊之类 非常火爆的中餐 它的英文名字和中文名字是非常像的 以他们日常生活中可以接触得到的 或者说他们自己的previous knowledge 他们之前的知识体系来学习中文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中文 也更有自信去学好这一门语言 第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 学生问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回答 在这个时候呢 我会非常直接的告诉学生 我不知道 但是很感谢你的问题 我在下节课告诉你 你不要觉得自己的脸面近视 因为毕竟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不是神 我们都有自己不知道的东西 但是在此期间你千万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给他一个你自己都不确定 或者自己呼边乱造的答案 一旦他知道答案以后 你的尊严就真的扫地了 学生问的问题 自己不是很方便去回答的时候呢 你也要很直接的告诉他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堂课里 不方便回答 在以后有时间的时候 或者私下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遇到学生对你不尊重 说出一些比较带脏字的话的话 你要怎么办 我们比较常见的处理方式 第一个就是 No Don't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越让他不要做 他会越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个处理方法就是忽略他 但是忽略他以后呢 有的学生就是 老师不理我就算了 那有的学生会觉得 我是不是说的不够大声啊 他就更大声的来说这件事情 说那个脏字 第三个处理方法 就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方法 我先是不说话 大家知道老师不说话了 这个很serious的事情要发生了 整个课堂期盘就是凝重了 安静了 然后我跟他说 Please respect each other 请你尊重每一个人 这是我的课堂 你要按照我的instruction来 如果你不想这样这门课的话 你随时可以走 既然你在我的课里 你是我的学生 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听到 你刚才说的那个字 我很不喜欢 我不想听到第二次 如果出现第二次的话 会有怎样的惩罚 你要把讲法程度讲好 在第一 part的时候 我忘记讲的就是 classroom rules 你可以在第一堂课 就跟学生们设计好 一般是在第一堂课 快要结束的时候 学生和老师一起来 set up一个classroom rules 比如说老师在讲话的时候 你不要讲话 同学在讲话的时候 要认真听 你有任何问题 有建议一点的话 请举手 不要走来走去 在上课之前上好洗手间 除非你特别需要 举手告诉老师 在上课的时候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这两样事情 在西方的国家 他们上课的时候 大多数学校 上课的时候 就学校里面老师会规定的 你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所以即使你是在一个教育机构 你也跟他说 这里就是学校 就是在学习的 你学校里怎么样 这里就是怎么样 这里不是一个party time 这是一个很serious的class 还有遇到其他有的没的 比较突发的状况 我现在一时间想不到 如果你们遇到什么 比较突发的 自己没有办法处理的 就当下没有办法 想到处理办法的话 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第三部分就是 怎么收集这些信息 来为以后的课程做准备 那你在收集信息的时候 你就知道 学生的听说读写 大概是什么样的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 了解程度是什么样 在第二第三堂课设置的时候 针对你不是很清楚的点 去设计一些课堂活动 比如说这个学生 他的听力似乎好像还可以 但是到底好到怎么样 我不是很确定 那在下一堂课的时候 可以指定让他回答有关的问题 比如说听力问题 口语问题 让他来回答 然后你再确定 他的听说读写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 一般第三堂课开始 可以大致确定学生的学习程度 和他的接受能 那我就会做一个sequence 这个sequence 包括我们这个学期有多少周 每一周大概会用到什么教材 会学到什么内容 大概在听说读写方面 有怎样的提升 会有怎样的测试设定 有怎样的作业设定 然后在文化知识方面 会补充怎样的内容 比如说在七夕节 我会做一个七夕节的videos 在中秋节 可能会做一些手工方面的东西 比如说冬橡皮泥 或者甚至用面粉来做月饼 然后在春节的时候 当然会做一些 跟春节有关的活动 当然这个sequence 只是一个大体的方向 具体的内容 会根据学生的掌握情况 和你的教学内容情况 做一些适当的改变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